在近日开播的网剧开端,虽然短短的15集,但新颖的循环剧情,深受观众的认可,由白静婷和赵金脉饰演的男女主角在一次次的循环中,成为新年最为火爆的艺人之一。 其中赵金脉饰演的李诗情刚刚结束,她的新剧《少年派2》也已杀青,1月27日《少年派2》正式官宣杀青,赵金脉饰演的林妙妙在新剧中也正式开启了大学生活,在光报的预告片中,林妙妙宣称自己正式脱单,进入了大学的甜义生活中。 对此网友也纷纷开玩笑来说,刚刚在前面开端中,从李诗情大学循环结束中出来,这边林妙妙的大学生活又开启了,赵金脉上大学也开启循环了,2019年开播的《少年派》主要围绕着4个家庭,讲述了家庭成员迎着阳光风雨努力奋斗,最终收获成长的故事。 如今,原班人马回归的《少年派2》正式杀青,这一群高中生也即将开启了大学生活,该剧既反映教育问题,同时映照出生活中的各种社会话题,还是很值得让人期待。